从西部第一,调到西部第十二,这支球队只拥了七天,教练寝食难安,NBA球队有的球队非常稳定,比如十几年如一日的马次,有的球队,起伏非常巨大,比如2008年凑齐三巨头的凯尔特人,前一个赛季还在摆烂,季后赛都进不了,第二个赛季就夺冠,今年,NBA又有一个表现起伏非常大的球队, 他们在本赛季初一度排到了联盟第一,西部第一的位置,但是,仅仅过去了七天,他们就调到了西部第十二的位置,这调队的速度,着实让球迷惊讶,他们就是新奥尔良提湖队,一支很神奇的球队,本赛季,提湖失去了上赛季的全明星中风考新思,虽然这跟球队不主动跟考神续约也有关系,但是事实就是,提湖失去了一个场军二十五, 十二篮板的内线猛兽,虽然今年夏天,提湖在自由市场还算有所作为,对内投射型大前锋米罗蒂奇也快速成长了,起来,所以提湖看上去减弱的不多,但是,开赛之后的短短二十天不到,提湖的问题就暴露了, 这个赛季开赛出,提湖给出了他们的态度,一波四连胜确立了战绩联盟第一的位置,而且这四连胜的对手中,有节目战战胜的夺冠热门球队火箭队,可以说含尽量还是有的,但是,随着赛季的深入,从第五场比赛开赛,到现在,提湖正在经历一波五连败, 而且,在这五连败中,提湖场军输给对手18.5分,可以说,毫无招架之力,对此,主教练金特里其实是有苦衷的,因为,在赛季的第五场比赛,也就是上月27日输给爵士的比赛中,提湖当家球星农眉哥戴维斯就挫伤了手肘,农眉哥就此休息了三场,虽然在这三场中,替补上来的拉德尔打得非常好, 上一场还砍下了29分的高分,但是无奈球队得分的人还是少,被提上首发的榜眼秀奥卡夫表现也非常糟糕,所以提湖不得不吞下连续失利的苦果,也就是说,提湖在缺少农眉哥的四场比赛里,一胜难求,但今天农眉哥付出了,客场挑战马斯,但无奈马斯非常稳, 德罗赛和阿尔德里奇组成的双得组合发威,和卡48分带走了比赛,而且刚刚从商定中付出的农眉哥,状态也不好,全场13投进五中,得到17分8篮板,如果农眉哥完全康复了的话,他的个人数据至少能翻倍,分赛季他打了五场比赛,场均得到23.3分12.5个篮板, 但因为场次不够,暂时没有派上常规赛得分榜,对此,主教练金特里也表示,五连败期间,自己都睡不好,寝食难安,这倒也可以理解,因为NBA本赛季才打了不到十场比赛,已经有主教练下课了,那就是前骑士的冠军教头泰伦卢,如果金特里的球队继续连败下去,他的率位将会很危险。 请不吝点赞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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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